其实他刚最初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没有什么钱 直到突然有一天我跟他讲 我说如果你想跟我将来在一起 我愿意去做出最大的努力 去给你你想要的生活 然后他跟我讲 他说其实没有关系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开心就好 那个时候我其实不太理解 什么叫开心就好 但是随着经历的事情 越来越多我发现 为了两个人的未来去奋斗 比我一个人去奋斗要有利得多 更有意思 对 而且我买车的时候 其实也是因为他 就突然有一天他说 他说如果有车还该多好 我们想到哪儿就到哪儿 我说没问题 然后第二天 我马上就去4S店把车给买掉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 你想要了 我能给你最好的事情 就是告诉你OK去买 其实这个可能是我 我自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爱好 或者是花钱的地方 我觉得钱对我而言的最好的价值 就是能让我的家人 能让我的老婆生活得更好 但有一点你还挺难堪的 您说 你永远没办法主动地去吻他 要等他来吻你 不 这个可以有套路吗 这个可以有套路 来来 说说你的套路是什么呀 吃饭的时候嘛 吃饭的时候 然后就是男女朋友嘛 就是谁没有互相加个菜的时候嘛 对吧 然后那把菜抽掉不就剩我了吗 是这种套路 对对对 对方父母同意吗 这个就是我目前可能最大的一个困难吧 就是一直在沟通 然后我也拿出一个决心跟态度来 但是对方的表现可能还是有一点点过激 但是我可以理解 因为任何一个人作为家长来讲 他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生活得更好 不希望他们受苦 其实我也愿意做出更多的努力 来让他们看到我有能力 来让他生活得更好 来 跟他父母说点 其实每次我都有很多话想去表达 在感情这件事情上 我也不是一个特别能够表达自己感想的这么一个人 我只会说可能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可能尝过我自己的生命 但是我一定会用行动来证明 爱这个字对我来而言有多重要 我也会让你们看到我有多爱你们的女儿 我能给她怎样的生活 最终幸福一定是属于你 谢谢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会的 你们听了她的故事有什么想法 我听了你的故事之后 我对你的幸福心愿是十分认同的 我觉得可以把你的幸福心愿再多加两个字 希望这个世界上不要有心灵的残疾者 因为肉体的残疾其实有时候是无能为力 但是精神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女人更看重的是这个男人在精神上是否强壮健康 我相信身体上有残疾的人 我们应该比别人更努力一点 跑得更快一点 当精神世界上的强者 其实这是我觉得你给天下残疾人的一个祝福和心愿 谢谢 谢谢 我们长春康达医院愿意祝李帅圆圆梦 希望他能够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谢谢您 谢谢 李帅 今天你坐在那儿 我感觉你比我们更庞博 比我们更高大 很钦佩你 然后我祝你啊 我祝你这个家庭幸福 我希望你的女朋友越来越爱你 也希望你女朋友父母能理解你们这份感情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所以说在子偶的过程当中 永远不要因为自己身体的残缺而感觉到 我够不上爱情的标准 爱情的标准是两个人自己定的 不是大家定的 没错 而且我还告诉你 我做了这么些年情感节目 99.9%的父母反对的婚姻都以父母妥协而告终 因为他们是那么的爱孩子 只要孩子们勇敢坚持的 最后父母都妥协了 只有自己不坚持的 父母才胜利 好吧 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不用困惑 我相信你不光能够创造更好的财富 还能够拥有一段令人羡慕的爱情 谢谢 借您机言 好吧 谢谢 我能跟您照亮相吗 可以可以 好 被预言活不过五岁的玻璃人 却比正常人更成功 他靠的不是别人 是自己 他的力量不在自己的身体 而在心中 是更加坚强的信念 和愈发执着的追求 即使无法击败病魔 他也从未被病魔打败 找到几十年 其次 我也在一起 内容 语